星巴发长文爆料刘更宏夫妇也卖假燕窝 只要骗了消费者都该担责 8月30日晚 星巴发长文爆料刘更宏夫妇卖假货热搜第一 星巴在某直播平台发长文 再次详细讲述了之前引起争议的卖假燕窝事件 他有些愤愤不平地表示 很多网红明星都曾卖过同款燕窝 其中还包括现在正当红的刘更宏 他也为给消费者带来了不好的消费体验而再次道歉 自从假燕窝事件之后 在大众印象之中 星巴的名字就跟卖假货联系到了一起 比起他的公司承诺对消费者退一赔三 供需先退赔6198.3万元 截至2022年1月14日 以赔付共计4143万元的经济代价 恐怕这一名升上的污点 对他的影响更大更深 在事件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突然跳出来爆料 的确有种自己掉进河里 所以要拉人下水的感觉 但这一次他却得到了很多网友的支持 因为道理很简单 卖假货这事 不管是谁卖的 坑的都是消费者 不管是谁卖的都应该要担责 不能区别对待 否则法律的公平和权威何在 就算刘根宏夫妇 因为带着大家做运动 而广受欢迎 人气很高 但这跟他带货的行为是否规范 选品流程是否严格完善 是否独守诚信原则 对得起消费者的喜爱 并没有直接关系 既然新巴实名举报了 也公布了相关主播名单 那么平台和相关部门 就应该介入调查 给公众一个清楚明白的交代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一燕窝品牌 此前在各平台直播间 都的确卖得很火 厂家应该是花了大力气 做了这方面的推广 但是每个主播 实际推荐产品时的话语 与表现都不一样 新巴之所以被市场监管部门重点处罚 一是因为他的直播间粉丝量庞大 相应的成交量也巨大 造成的损害和负面影响也就更大 另一方面 也是由于新巴旗下主播 在带货时 的确有夸大宣传的行为 将燕窝成分每碗不足二克的风味饮料 当成燕窝来售卖 违法行为事实明确 事后 新巴的新选集团旗下公司 树阳和易信息有限公司 又起诉了该产品生产方 广州荣誉贸易有限公司 认为是商家提供的产品说明 介绍等资料存在虚假 对消费者构成欺诈 误导涉事主播进行了夸大宣传 这一仲裁案件于2021年7月有了结果 广州仲裁委员会确认荣誉公司 故意误导新选做出虚假 引人误解的宣传行为 裁决荣誉公司 向核易公司支付其先行 赔付给消费者的赔偿款 约3035万元 并就名誉损害象征性赔偿损失亿元 而目前 该燕窝产品的涉事品牌方 已被吊销执照 也就是说 其他主播究竟有没有夸大宣传 虚假宣传的行为 还需要根据其卖货时的表现 与品牌方的沟通过程 进一步地核实调查 但无论如何 这件事绝不能止于新巴个人泄愤 那么多的明星网红主播 牵涉到的消费者数量不可小觑 应该认真对待 调查清楚 该赔的要赔 该罚的也要罚 新巴旗下主播卖假燕窝这件事 已经过去了近两年 但至今依然难以平息 虽然也有很多人认为 新巴积极赔付了 也付出了代价 但是头部主播虚假宣传 不仅仅是伤害了消费者对其个人的信任 更是给整个行业的口碑抹了黑 以至于现在不少网友提起直播带货 第一反应就是假货遍地 自求多福 这当然不是一个健康发展的状态 一方面 监管的确应该进一步加强 尤其是平台 既然要做电商 就要切实的 一事同仁的进到审查和监管义务 对于卖假货这样的投诉 要高度重视 并及时配合相关部门调查 不能总靠消费者自己曝光维权 另一方面 不管是明星转型的主播 还是草根网红主播 都要从星巴的势力中吸取教训 加强选品和品控 把住商品质量观 守住腰和宣传的底线 不能一味地替品牌方说话 忽视了消费者的权益和感受 否则 早晚一定会翻车 rejection 二 下去 断